可以 然後 這樣可能被吸引進來之後 變成G-X細胞 然後開始噴噬氧化尼LDL 然後噴噬太多就會死亡 化膜化 化膜細胞最後會累積 形成動脈硬化脈 然後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右上角的是 LDL 然後我們這部分都是它攜帶的膽固醇 然後這張圖是剛剛講的那個機制的立體圖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吞噬氧化型LDL的巨噬細胞 死亡之後會累積成泡沫細胞太堆積 然後會造成這個內腔的容積 然後這就是動漫硬化瓣的形成 然後再來我們講一下LDL所攜帶的膽固醇 寫相中的斬固醇來源有外圓性和內圓性兩種補性 然後外圓性的斬固醇則來自我們私的食物 然後內圓性斬固醇則來自肝臟 然後它的合成地點在肝細胞的細胞體 然後首先有SPO-CoA 也就是乙溪腐酶A 然後經過Colesterol Thincess Pathway 來合成內圓性的斬固醇 然後這個是斬固醇的深合成路徑 然後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HMG-CoA的合成 在這裡 第二個步驟是Mavolome的合成 在這個地方 然後第三步驟是Colesterol Thincess 就是最後斬固醇的合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H Statings它抑制的點在這個地方 因為Statings它是HMG-CoA Reductive的Inhibitor 所以它會在這邊抑制這個還原媒 然後使得下游的步驟都被切斷而不會發生 然後最終使得產物斬固醇減少 然後減低重慢用化發生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HMG-CoA HMG-CoA的全名在這裡 然後我們取HMG-CoA-F來做它的說解 應該要全起來 喔好 不是反白都可以啊 然後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Internmediate Intermediate Internmediate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就是剛剛出現的那個路徑 然後下面它的結構圖 而我全名的地方是CoA-M-A的部分 然後之後我會把這個 圈起來的這個地方 都以CoA來做簡介 然後再來講一下HMG-CoA Reductive 首先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個反應 它是HMG-CoA的還原媒 然後在這個反應中 涉及了新離子跟NADPH 然後下面右下角這個圖是 它跟HMG-CoA Reductive跟受子的複合體 然後紅色的地方是HMG 藍色的地方是CoA 然後綠色的地方是NADPH 然後它在反應過程中會把 藍色的CoA給丟掉 然後讓NADPH上的H 接到HMG上 然後形成這個Mamalade 然後Mamalade之後再往下 生成Clylateral 然後Statings 我們的主角Statings 它就是意識這個HMG-CoA Reductive 然後它如何意識呢 我們接下來會告訴你 它Inhibition的基短 左邊這個是LavStating 右邊是HMG-CoA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它們都有一個很相似的構造 然後這個構造就是 它們的HMG-Pod 然後也就是說 如果Stating存在的話 它就會跟HMG-CoA 就沒辦法接到這裡 然後這就是它的意識基短 叫做那個 呃...什麼 競爭意識嗎 好吧 不管 然後再來我們講 Statings 然後我們剛剛有把它分成三個步驟 然後我們就先 就很快帶過這些 這些步驟 首先是HMG的合成 兩個EC乎梅 H原料 然後經過LN泛反應 在HMG-CoA 合成bir含 那麼第二步驟 就是HMG-CoA 再經過LN泛的 0ités調的反應 然後再進入第三步驟 第三步驟 再究竟會成斬副吋 然後結論就是 Statings在非常上油的地方 抑制的HFMG-CoA reductase的話 就會讓後續的反應無法發生 然後最終使得膽固醇減少 也就是說Acylosclerosis發生率就會下降 我們現在講完其中一個機子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這張圖不是Statings抗動漫義化的多效性的機子 然後我們剛才只是講的其中一種而已 其實它還有非常多種的效果 然後再來,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了NO 所以我們來講Statings 它的機制裡面跟NO比較有關的部分 然後就是這一條 我圈起來了這一條 Statings跟Innode矯件的Pathway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Innode 它是一個內皮的硬氧化碳層媒 然後它可以在血管中產生NO 然後它如果內皮功能失調的話 那就可能原因是NO的量減少 而NO量減少的話 就有可能導應於Innode表現的下降 然後我們再來要從Statings在 Callestero Biocenters Pathway中的介入 來說明它如何影響 如何影響那個Innode的表現 然後剛剛的那個Callestero合成圖 其實還有兩個分枝 然後這兩個分枝就會導向Innode的表現 然後首先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它這團都具有R開頭的部分造型 所以它們是一種小型的GTP8 然後它們是一種G protein的體質 然後它們的結構呢 跟一個叫做Hetrotrometric G protein 它的結構在這裡 它跟這種G protein的α4單元 都有都非常相似 所以它們被歸類為一體 然後它們呢 雖然只有α4次單元 可是它們可以function independently 然後具有GTP8的功效 然後我們最委員所知的是Rust的GTP8 然後這一群GTP8 又叫做Rust SuperFamily 而這個Rust SuperManFamily之下 又有很多的分枝 然後這些分枝叫SupFamily 然後各個SupFamily之下 都還有T-Members 然後這邊可能大家聽也會有點複雜 然後我在這邊放起來 我現在放的這四個Rust、Rub、Rub、Rub還有Rub 這些都是Rust SuperFamily旗下的SupFamily 然後下面這三個物質呢 則是Rub這個SupFamily之下的Members 然後為求簡介 我們之後會以Rust跟Rub作為代表就好了 然後現在這邊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Rust會被FamilyCOPP反應 而這個地方Rub會受到GeraniumGeraniumPP的作用 然後它們是如何作用呢 我現在來講 FamilyCOPP會對Rub行一個作用叫做FamilyCovation 然後GeraniumGeraniumPP會對Rub行一個叫做GeraniumGeranulation的化學反應 然後這兩款化學反應變起來很擾口 所以它們可以統稱為Prenination 中文稱作E-Rub2C化 因為它們是把Preniogood-Rub2C 接到它們蛋白質結構上的Systin胺基酸上面 然後下面我們可以看到FamilyCOPP跟GeraniumGeraniumPP的結構 而這兩個結構呢 前面兩個是 這個團體是焦零端就是PP的部分 然後前面這裡都是E-Rub2C的糖鏈 然後所以說 它們兩個 這兩個化學物 imprenination的時候 就是把E-Rub2C的糖鏈接到蛋白質的Systin檔面 然後它是如何接上去呢 我現在來告訴你們 首先 這個蛋白質可以是Rub2C也可以是Rub2C 然後它們的功能特點就是它們帶有CAX的系列 然後首先 因為進行Preniolation之後 就是加入E-Rub2C 然後接到還有流氫基的Systin上面 然後接上去之後 會產生一個提示 就是把後面的三個氧基上給切除 然後以CAXH而帶子 然後這時候 它們就變成有活性的狀態了 然後這張圖是 它們想比較精細的化學結構 然後可以看到Rub2C的話 它後面接的是 Bundin-Seal Group 然後Rub的話 後面接的是GeraniumGeranium Group 然後這兩個都是多E-Rub2C 然後最後它們活化了嘛 活化之後就會 嗯 結合到細胞膜上面 然後結合到細胞膜上面 就會開啟 一連串的訊號傳遞路徑 然後最終會減少 Enux的活化 還有Enux mRNA的表現 然後 這張圖是 這個 包含Rub2C在內的傳訊路徑 然後非常複雜 可是大家不要緊張 我會給你們看 首先 Rub2C在這裡 現在它顯示的狀態 是它 火化並且接到細胞膜上的狀態 然後它經過一連串的反應 一連串的訊號傳遞之後 會傳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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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到自己 然後再 從這個AKT開始 傳到 之後會傳到E-Nux表現 跟Enux production上面 然後這個傳遞路徑之間的 它的詳細的機轉 就是太過複雜 然後也 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先掙掠 然後只是告訴你們 它最後會 會影響 N-O的生產 好 然後也就是說 原本 原本 不活化的 Rub2C跟Rub2C 經過了這兩個 Lation 就這兩個Prenulation之後 會傳轉 味道 膜上 變成火化的型態 而火化的型態 經過傳訊的話 就會降低E-Nux表現 然後我們來看看 Statings如何 成功介入這個 化學計算 Statings在非常上游的地方 然後 它經過這一傳遞路徑 除了可以 抑制斬固成的生產之後 也可以 間接使得 Fine-Cell-PT 跟Geranio-Geranio-PT 的 那個 作用 點擊 然後也就是說 Statings可以 Inhibition Inhibition 這兩個 Prenulation 然後最終使得 E-Nux表現上升 總結來說 活化的GDP 活化的肉減少了 就會使 E-Nux的 磷酸化增加 磷酸化增加 就是它 代表它們活性增加了 然後另外也會使得 E-Nux的MRNA穩定 然後穩定的話 它的表現也會長生 然後這兩個加在一起 就會使得 NO的生物利用度增加 然後 人體內如果有適當的 NO的量的話 就會減低 X-O-Skerosis發生率 就像剛剛 那位 剛剛講NO的同學 所說的 嗯 然後 這就是我的部分 謝謝 謝謝